日前,李克勤推出全新廣東歌曲《格林童話》 克勤表示這首歌有很多個非常 除了非常動聽,詞寫得非常好,錄了非常非常多日 非常難唱兼唱到斷氣 其實,MV也非常難拍 因為MV採用一鏡到尾的拍數手法 只要中途稍有出錯,就要重頭再拍 克勤透露MV是與導演莊少榮一起構思 因為希望每一次MV都有些特別的東西可以呈現出來 這次拍攝,克勤更大幅好玩 這次MV,我們選了一個一鏡到尾的方法去拍 就是說,從開始一個鏡頭沒有停下來 然後一直到最後 當然這個方式不是我自己第一個發明的 但是現在這次我們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找了兩個雙雙兒,兩個女主角 然後一起去當這個有這樣的一個 好像換過來又是另外一個 換過來又是另外一個 跟以前你們做一鏡到底的 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雖然歌曲全場約四分鐘左右 但彩排拍攝的次數多達百多次 所以在拍攝完成之後 全場工作人員又越放下心頭大石 兼且拍掌氣紅 因為從排練到最後拍攝的時候 其實拿來去去其實有幾十個工作人員 怎麼能夠在這麼多的工作人員當中 因為他們有一些是換衣服 有些要換道具啊 有些就要很多很多 但是拍到我們幾個演員 不能沒有拍到工作人員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就難為了那個攝影師